歡迎光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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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今天很特別的活動 參加的疊加 我們來感謝 和笑臉的老母的心 其實我們每一年 在競爭武情節的時候 不知道啊 我們想要競爭武情節 我們都會了解 武情節的由來 在時尾當時開始的 我們來看看 好 其實歷史學家 在四學家 去考究了 在全世界最早的武情節 是因為 在古西亞時代的時候 一個台灣差不多 結五、兩百個左右的時尊 因為要記念一個 在希臘裡面 這個神話裡面的一個詩 叫做 瑞雅 瑞雅 這個女神 他把它用出來的一個字 這個女神有什麼東西呢 其實她是在希臘的神話裡面 眾神之母 從我們最知道的宙斯 宙斯是我們最知道的 希臘神話裡面的詩嘛 她就是宙斯的媽媽 所以基本上 基本上 希臘裡面的神話 她都是跟這個女神有關係 我們這些都看著 所以在古西亞時代 西元前250年 開始我們母親節節日 好 下個 後來我們看到 一直到 後來英國呢 就把這個節日 變成一個教學 這個節日 她呢 她有一個節日 叫做四旬三 四旬三其實就差不多 一個個月 進節 一些時間 她就改成 這是馬來三代 代表對著 馬尼亞 憲夫馬尼亞的一個紀念 我呢 大家也都會用這天 來做一個 生理意識 代表 靈心 一個新的事命 好 接下來呢 我們來看 在德國呢 她也有母親節 我們來看下一張 母親節 我們來看下一張 母親節 好 希特勒大家都知道 對不對 她是一個很殘忍 很恐怖的 一個建議家 她開始很多人 不過你看 一個很殘忍 殘忍的建議家 她為了紀念她的媽媽 她的帝國 她也在創生 這個母親節 所以你看母親節 到底是怎樣 再來 其實我們最知道的 不是個人 為美國來的 這個母親節 那美國的母親節 其實最早開始 在1872年的時候 她有這位母親 叫Julia Moho 她說她就要好朋友 她是一個 寬敗政見的人 總是她的家屬 她的美國的時代 是一個 很有名的 一個軍隊的 一個家族 這樣 所以她希望 有好朋友 因為政見 會有很多媽媽 我都覺得很傷心 那這個母親 她有一生 一生 真有的高興 就是我們 兩人在贏的 英雄英雄 那哈利魷 這首歌 就是她的作詞 這是最早的 女生節 再來 她是我們最知道的 就是 在裡面 這個 到一級高興年的時候 有這個 Ellen Jarvis 她為了要紀念她的媽媽 因為她說她媽媽 是一個很好的媽媽 是溫流生流 她很需要去幫助很多 六少的人 所以她為了 紀念她媽媽 她就為她 教育她媽媽的 運會開始 發動紀念 有這個外面 她就幫她媽媽 貴心的那天 就是五月 第二天的禮拜 強制行故情政 慢慢地 慢慢地 在這個美国傳統 就開始 一級高興年 開始 母親節設立 一直到一級 一三年的時候 她就把這個節日 動作 是一個 國定的假日 為了要紀念媽媽 大家 都會在她的門口 門口 插過去 大家是一個 國定的假日 為什麼我們都會 掛這個真良花 第一叫做真良花 國語叫做康乃馨 因為 這小微詩人 這太太 她的媽媽 最愛的花 叫做康乃馨 所以她就把她 動作是一個紀念媽媽的花 代表媽媽 對我們聽的是 母親 孫家去燕外 好 下一張 一直到一級三十年的時候 美國她的節目 快點 第一 這媽媽媽 母親一個紀念的優點 好 我們看到這個優點 裡面就是 為了一個佛林人 她的母親看到一根花 發音裡面 插的這所謂 就是康乃馨 他就很前衛坐在那裡 要看 很相近這所謂 好 然後大家就開始 越來越了解 就用康乃馨 來動作 母親一個紀念 正是 不是 全補的 全世面是大家 大家國家 都是用康乃馨 來代表母親 後來來看你們的規矩 後來,在我們的樂趣平的領域這個是什麼? 金將會,對不對? 金將會也叫做忘憂草 我們稍微唱一首歌叫柚子儀 像我們台灣,在東方的文化用金將會,忘憂草 以前的人,這個人自己是在出,要去爸爸媽媽的時候 他都會在他家裡的門口,做一張旋,忘憂草 他都會在他家裡的媽媽,少量這麼小,離開她 這個數量的通口 後來,在右手邊,在手邊跟平均,大家知道嗎? 茉莉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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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茉莉花是哪一朵的母親節的花,大家知道嗎? 這是泰國的母親節的花 好,那底下的這是什麼? 茉莉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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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茉莉花是誰的母親節會用來代表母親節的花 茉莉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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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認為是五月的第二個禮拜 但其實實際上並不是所有的國家 都會在五月第二個禮拜 好 下一張 好 大部分的國家呢 都會在五月第二個禮拜 就是因為受到美國的 美國的文化的影響 所以都把國外的第二個禮拜 動作是無情政 不過我們來講 我們要給你們的例子 來 下一張 是說 摩威 在北欧借國港 國家 他是第一位第二個禮拜 南非是五月一 一個禮拜天 報告是五月最後一個禮拜天 泰國 那時候看了茉莉花六 八月十二號 日本是十月第三個禮拜 最好過的就是葡萄牙跟西班牙 他是十二月八號 這裡的佩合 他們是為了要祈念聖母瑪麗亞的主要團 好 來 不管我們在各一天 我們祈念母親在來感謝我們的媽媽 不如何倫我們用什麼聲音 來台北的媽媽 都很幸福 全世界所有媽媽 在每一天 每一天都很快樂 感謝你 謝謝 謝謝 謝謝